這個首先看到自由時報 國安顧問蘇立文 美將深化與台灣經濟夥伴關係 這一句 再來看到忠實 拜登啟動印太經濟架構 未納入台灣 聯合報 白宮證實 印太經濟架構沒台灣 這三報看起來你就發現 在自由時報的部分 怎麼跟人家不太一樣 他是說深化台灣經濟 雅婷 你要看紙本的頭版 更震撼 我們每天都要看自由時報 是平行宇宙你知道嗎 你看他是放在頭版的新聞 美國將深化與台灣經濟夥伴關係 你會覺得台灣跟美國 有更進一步的交往了 結果我們的 你知道裡面有一個 沒有成為創始的會員 放在裡面小小標 奇怪 居然 我明明沒有成為創始會員 我居然可以講的一副 我們可以更加深 我們的夥伴關係 你知道 這就是黨報 這就是只能報黨議 只能說好話 只能做好事 這讓我不禁回想到 扁政府時期的這一家媒體 當時每天中時聯合蘋果 靖平哥那時候在蘋果日報 每天那時候在打的時候扁案 對不對 結果自由時報的頭版就是 巴巡老翁捐出畢生積蓄 就是這樣 也是就平行時空 對 就是他們必須要告訴 他們的支持者 我們政府好棒棒 我們的阿扁總統好棒 現在就是要講說 我們台灣好棒棒 蔡總統好棒棒 我們可不可以誠實一點面對 就是像這樣的議題 我們不需要把它扭曲歪斜 包括疫情你要知道前一陣子 這家媒體連疫情他們都基本上不報 那個負面的疫情新聞 比如說今天聯合報 中國時報都會講 多少人死亡 他們最多就是確診數創新高 預計7月走下坡 他給他一個希望 我們7月就會開始往下了 所以這個你知道 如果我們今天我們媒體 都變成是黨的 信黨 老實說我不覺得我們台灣 這個追求民主自由 我們到底追求這麼久 追求到了什麼 對 我們看到在這一回 這是今天的報紙 現在三報比在一起 你就發現 真的讓大家覺得 到底是誰是講真的 誰是有把它美化過了 我們可以看到 美國白宮國安顧問蘇利文 他就說了 台灣未受邀出席啟動儀式 也不會被納入 不過我們正在尋求 深化與台灣的經濟夥伴關係 這個在這邊 大陸外長就說 美國的印太戰略 本質上就是製造分裂 煽動對抗破壞和平的戰略 必定是個失敗的戰略 這個是大陸部分的說法 外交部對於現在這樣的結果 感到遺憾 但是會繼續積極努力的 爭取參與 明哥 這個其實 我們早就知道是這種結局 是 因為一開始人家本來就從頭到尾 沒有想要把你納入 是我們的這邊的一些 所謂的名嘴 一些評論員 自己在那邊講說 美國很有可能會幫我們加入 什麼台灣之間跟他深化 給大家希望 對 那個 你講得好聽一點給大家希望 講得難聽一點就是 他打賭你會忘記這件事 你知道 因為很多人都只記得美好的事情 我們台灣已經跟美國好得不得了 至於到最後真的有沒有加入 誰在乎 大家記不記得 美國要我們吃萊豬的時候 蔡英文說我們吃了萊豬 吃了日本核食 這就可以進CPTPP了 請問一下CPTPP現在在哪裡 然後其他相關的這些FTA也好 什麼東西簽了沒有 完全沒有 什麼東西都沒有 蔡英文政府從頭到尾就在唬爛 但是台灣就是有這麼多人相信 實際上美國根本不會希望台灣加入 為什麼理由很簡單 人家對你講得非常明確 我為什麼要在這件事情上 跟老共爭鋒相對 沒有必要 因為他的目的是要抗中沒有錯 可是我抗中 你台灣本來就一定會聽我美國 所以你不需要用加油組織 我隨時叫你做什麼就得做 我要要求加油組織 是日本 韓國這些國家 是 所以他這次先到南韓 再到日本 對 亞洲行台灣 這些才是需要跟我們聯合你 你台灣只是個聽我講話的小弟 你根本沒有插嘴的份 大哥叫你幹嘛你就幹嘛 就這樣子而已 你加入幹嘛 沒必要 我們台灣已經早就對美國人舉手投降 他叫你吃 萊豬就吃萊豬 叫你幹嘛就幹嘛 叫你買什麼就買什麼 我們完全 完全投降 無條件投降 對這樣的國家 你會想要跟他談什麼合作什麼 不需要合作 我叫你幹嘛就幹嘛就對了 所以外交部也不用感到遺憾 你們早就知道這個結果 你在胡說八 你在欺騙國人而已 這裡幫你大家科普一下 有些人可能還不知道 旺旺水神微酸性電解 次第酸水與病毒細菌作用 打架完之後就變成了水 溫和不刺激 他比酒精跟漂白水更環保 適合長時間多次頻繁的使用 請趕快上快點購 買的時候記得輸入我的 推薦代碼就有折扣喔